台湾景觀大眾主要是表演在景觀設計、建設、維吼 登頂公民有共享的高齡的支持團隊 並且就有鼓勵來提升台湾景觀品質 在這次比賽當中 塞麗店的比頭社區是在到社區贏助理、家族 社區法定學會表示這都要感謝自家的付出 這可以在到這麼好的信息 也希望鄉親可以跟社區走走 分享比頭的美景 阿嬤一早就來到社區的公園來拚手 希望來到這裡的民眾可以有一個好的體驗 塞麗店的比頭社區為民國91年就開始做社區贏助 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時間 成果是相當優秀 那在關南社區PK西東在中央 這次的景觀是做到會本公園 在台灣景觀大眾家座的困難 本社區今年很榮幸 榮獲111年全國景觀大獎的一個獎項 這對比頭社區來講是一個肯定 比頭社區從91年開始做社區營造 早期都是做環境改造 那慢慢98年之後到104年 由城鄉處的PK賽造景跟社區的營造 讓比頭社區的繪本公園 每一年一個景點 每一年一個景點 拼湊起來的一個繪本公園 這個月本公園會為了這麼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天早上來拼湊的一天 他們是希望讓社區中部有一個好的環境來運動 早上如果夏天就五點多就過來了 那冬天大概是六點多 我們有幾位志工都是幾乎每天 不過就因為我們社區有這個公園 讓我們就是環境 就我們就讓它好好有我們 我們那個鄉村的老人家可以來這邊乘涼 做十年了 貼湯才來做 走大樓 蠻炒 維護社區 比較乾淨 那有感覺辛苦嗎 不會啦 做得越新越越健康越快樂 說橫起好之後 如果社區的民眾有一個地方好散步 就連吉他鄉頂的民眾賣坐 由我們車來這裡參訪 帶動比頭社區的觀光 也讓大家的景點了解這個社區 孫子有了 我們孫子 我跟孫子 如果回來我們孫子就帶他去那裡玩 這個比頭繪粉公園 其實在這個公園建立 就是整個營造起來以後 它帶動很多社區的民眾 會到附近來 那吸引很多其他的社區 會來參訪 所以也會帶動整個社區的一個繁榮 比頭繪本公園裡面 沒有各種可愛的設施 可以好來去上 各賣社區中部自己做的產品 歡迎大家多多來這裡參觀 記者 下他先 拆放補兜 產品 成功 這樣的 専